但您看到现在很多影片在网络上流传 让人不得不赞叹说高人真的在民间 看到段氏这个厨师来进行切菜 您看到了这个食材呢 切得跟纸一样薄 后方的字都还可以透过来 而且后来拿的不是砧板 在气球上切菜 底下还有铁钉 这个绝技令人叹为观止 白银薯切到薄如纸一样 几乎都变成透明状了 但要控制力道 接下来的技法才更让人看傻眼 气球下方摆尖锐的铁钉 一旦太用力就会弄破气球 不小心可能还会受伤 山东这位厨师技法了得 气球上切已经够厉害了 更何况是红着眼睛切 师傅脸不红气不喘 力道控制得宜 而链刀是每位厨师的入门功课 一拿起菜刀就得聚精会神 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 像我这样 一二三停一下 一二三停一下 这样保持这个节奏 而刀工厉害做出来的名菜 当然也让人惊艳 知道黄金松鼠鱼 要不让肉和皮脱身 榨成完美散状就是功力 华丽刀工让人胃口大开 也难怪各家师傅 要比厨艺得先看拿刀的 弟子如何 可